第261集 这一次我们在何博士家里发现 他在女训还有一个弟弟 这一样是何妈 也就是何博士的姐姐告诉我们 虽然何博士和他弟弟已经断绝关系很多年 但是何妈却一直和他弟弟有着联系 因为他收到的那封信 也就是半年前他弟弟写给他们的 那封信的大致内容 是问候何妈和何博士的近况 然后希望可以从他们这里借点钱来买房 并且对他们以前兄弟之间 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进行道歉 希望做哥的可以原谅他 我不知道何博士有没有看过这封信 也不知道最后 他弟弟究竟是否从他这里借到钱 不过在看见这封信的时候 我就想过会不会是他弟弟 加上外人来作案绑架了他呢 只不过何妈也曾经说过 他们两兄弟根本都没什么来往 所以之前才暂时放下这个想法 不过既然现在没有什么头绪 那么查一下也好 至少可以打烧一下我先前那些儿女 我安排了方小元和方少监 去呂顺那边查探一下何博士他弟弟的线索 但是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何其妙之外 其他的东西都一无所知 何妈并没有保留信封 所以连个具体的地址都没有 那方小元他们这一次的行动难度很大 我就叫邓坤和他们一起去 因为邓坤说可以找一些以前的旧同事帮下手 希望可以在呂顺找到熟人 帮手在户籍登记表上面找到一些线索 而且邓坤现在对整件事的认识和看法都要深刻很多 有他在的话 或者可以帮到方小元他们的手 就是这样 在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赶了过去呂顺了 二何博士失踪的消息 因为研究所报了案 所以都还是公诸于众 但是奇怪的是 并不是警方介入调查 而是转了好几手之后 将这宗案交到一姐手上 是由军事技术调查局下达的指令 同时也都恢复了影子作为调查员的身份 只不过影子就不再是调查小组的组长 组长就变成了一姐 成员有老曼影子和李轻 而令我觉得奇怪的是 这份名单最后 居然还有我的名字 我就苦笑着说 一看就是六亿雷的结作 一姐也都笑着说 我这个组长挂名的 具体怎么做 我们还是听诸歌的 你指哪里 我们打哪里 不要这么说 那荒浪他们的目标 应该就是这一项军事技术 只不过 究竟是什么项目 我们就一无所知 我们接到的指令 只是要我们尽快找到人 一姐就问我了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就说 继续叫交部 盯着何博士的家 我猜 还会有人打那里的主意 一会儿 你我和英子 我们三个人去研究所那边 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他们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李兄连忙就问 朱哥 那我呢 我瞅了他一眼就说 你啊 你就跟风伟去逛逛逛 去一些咖啡店 又或者是茶馆之类的地方坐下 又或者去泡一下巴 不是吧 你们一个二个出去忙 又叫我们两个去泡巴 看到他这样的反应 我就笑了 而风伟就说 哎呀 朱哥哪是叫我们去泡巴呢 他分明是要我们 去一些人流多的地方 打探一下消息啊 我敢先闹闹头说到 没错啊 听一下消逗消息 有时候都很有帮助的 于是乎 我们吃了中午饭之后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到了一点半钟 我就跟一姐影子 去了研究所了 研究所的所长是姓蒋的 是一个借了顶的中年男人来的 他也都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当他知道我们是来调查何博士单案的时候 显得很热情 也都很激动 他将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 帮我们充足扶茶 然后也都在梳化上面坐下 坐下来之后 他两只手在面前 不停地坐下坐下 说到说 何博士博士的失租 是我报的案 我们已经连续两天都连续不了他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可能是近段的研究 搞得他太累了 但是当我听说 他家里的保姆出了车祸 我就觉得这件事 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又联系了很多次 但是也联系不上他 所以我就报警了 那蔣所长 你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何博士目前手上哪个研究项目 啊 原来你们都不知道的 我就敢闹头了 他见我闹头 就有点尴尬地说 那真的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能说的 如果你们的上级没有跟你们说的话 我都没权向你们透露的 知道他的研究项目的人 整间研究所里面 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他自己了 那么他的研究工作 是在研究所里面做的 还是带回家里做的 嘿嘿 有什么可能会带回家里做啊 保姆级别这么高 他都是在所里面进行研究的 前一阶段的研究工作 那一段落之后 他才拿了半个月的假 回家休息而已 不过呢 每次他离开的时候 所有的安保人员 都会进行很仔细的检查 确定他没有带出任何关于研究的资料 我说厌头 又问到 研究所里面的其他人 会不会在无意之中 知道了他进行中的这项研究的 没可能的 绝对没可能 何博士的研究室 是封闭式独立的 为了保密起建 他连助手都没有带一个 一切的研究工作 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 网纳系统是否安全 有什么可能 从网纳试密呢 没可能 因为根本都没有 跟他的研究室连网络 他的一切研究和测试 都在他自己的研究室 建立的局域网里面完成的 那你呢 你自己有没有可能 在无意之中 将这件事说了出去 有什么可能 我们连你们都不会说了 不是说说给其他人知道 我点了下头 又继续问 你清不清楚 何其微的社会关系 知道 他的父母死得早 有一个姐姐 有一个弟弟 他姐姐在他小时候 已经下落不明了 他弟弟听说是雷顺 我和一姐影子 他们对视了一眼 然后又问他 那你知不知道 他弟弟在女顺的什么地方呢 具体是做什么的 这一层又真的不是记清楚 他的档案里面填着无页 至于地址又只是填了个女顺 当时问他说 为什么不填得完整一点呢 他就跟我们说 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好像是两兄弟之间 有什么矛盾似的 我并没有将何妈 就是何博士的亲姐 这件事告诉他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现在看来 在他这里 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 真是少得可怜 我又问影子 他们还有什么需要问 他们两个都拎头 那么我们就起床 跟长所长告辞 长所长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 然后就说 希望你们可以尽快找到何博士 这个项目 他负责的这部分 现在没有人可以代替到他的 不然的话 这大半年的心血 就要白费了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262集 从研究所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回了酒店 这个时候 丰伟和李兄都还没回来 那么我们三个人 就坐在梳化上边 一姐就说 我总是觉得这个长所上有问题 他说话慢吞吞的 就好像在那里作故事一样 我拎一拎头就说 他说话慢都正常的 畢竟他从事的是些泄物的工作 所以他在回答我们任何事的时候 首先都要在脑里面过一次 看看能不能说 会不会涉及的 影子就说 那么我们今天都算是白行一堂了 什么有用的信息都得不到 咦 哪里什么都没有得到 至少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去调查的 第一 何其微为什么要隐瞒何妈的身份 而何妈又为什么会十几二十年来 以她的保姆身份自居呢 这一点是很不符合情理的 而第二点 何其微留下的她兄弟的资料内容 都是很苍白的 那是她真的不知道 还是有什么其他特别原因 而没有详细地去写呢 一遮听我这么说 都露了下头 我点了支烟又继续说 何其微从事的是 高度涉及军事机密的科学研究 那照计来说 她的证审应该是很严格才对的 那为什么她在社会关系 表述得这么模糊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这样通过 这一样也是我们一个调查方向 我现在反而很想知道 方小元他们那边的进展如何 我突然间觉得 何其微那个弟弟何其妙的身份 很奇特 我真的想见一下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朱哥 你的意思是 那个何其妙 在这宗案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都说不对的 我只是觉得 如果将这几个疑点都查清楚 那这宗案应该都会写落石出的了 那方浪那边呢 方浪绑架何博士 都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说明方浪是有问题的 说到这里 就容易对付得多了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的确是有点麻烦 不过狐狸始终都会露出尾巴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收拾他的相关证据 证明他在中国境内 从事间谍行动 又或者是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事 但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 唯一一次机会都被他逃脱了 他既然目标还没实现到 那么一定还会出手的 我们大把时间 只需要等一个机会 但是陆少只给了我们三天时间 去找何博士而已 今天都已经是第二天了 其实我心里边都很心急的 因为影子说的确实是事实 陆亦雷在电话里边也都跟我说过 说希望我们在三天之内 可以找到何其美 不是的话 就会好像掌所掌所所说的那样 他前期的研究工作 就全部白费了 又要换个人重新开始 但是这个项目 已经耗不起这样的时间了 其实在我心里边 还有一个朦朦胧胧的设想 只不过我就还没理清楚 所以我就并没有跟影子他们说 因为我自己也都不确定 我这个猜想究竟是否正确的 如果一旦出错 那么又是会将整个调查方向 引入歧途的了 封伟和李兄一直到了就来吃晚饭了 他们才回来 封伟回来之后就有点激动地说 何博士有消息了 我们都看着他 他才接着说 我们按照朱哥的意思 整个下午在酒吧 咖啡厅那里泡 本来以为会是白费心机的了 怎么知道 竟然在无意之中 听见了何博士的消息 他说得又长气又沉气 搞到一只鬼那么心急 就说了 讲重点 让我喝一口水 我反了个白眼就说 李兄 你来说 李兄望着我们 接着就慢慢地说到 我们今天在中山区长江路附近 淘汰了整个下午的酒吧 直到准备回来的时候 才听到有人在说何博士的东西 当时有个人在问另一个人 说何博士失踪了 知不知道 而另一个人 就说这件事早就传通街了 不过何博士就肯定不是被人帮架的 他说他亲眼见到何博士 说到这里 峰卫就接过的话头继续说 李兄那时候都不知多心急 怕死人家不肯说 在哪里见过何博士 不过其实必须说的 我静静地读了一下他内心 我居然发现那个人 又真的见过何博士 而且就在今天下午 只不过他见到何博士那个地方 有点不雅 是在假日阳光酒店大堂 那个厕所那里见过的 他们只不过是拆肩而过的 没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 不过何博士是自由身 行动没有被人限制住的 我走走唐薇就说 你说的这些 全部都是那个人自己的内心活动 风卫掩掩掩掩掩 那我就说 影子 你和李兄立刻赶到 假日阳光酒店去看看吧 看看何博士会不会就是住在那里 于是乎 影子和李兄就离开了 而这个时候 方小元他们打了个电话回来 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让我知道 说邓坤的警察朋友 托人帮忙查採一下 雷顺的长住人口里面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何其妙的人 那么他们就问我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就说 你们先回来吧 我想何其妙应该不在雷顺 我切了电话之后 一姐就问我 何博士的弟弟不在雷顺 是啊 通过警方的户籍调查 女顺根本都没有一个叫做何其妙的人 那么何博士和何妈 都在那里说谎 不知道 有件事我还没想通 等我想清楚之后再说 一姐就并没有问我是什么事 因为他们都很了解我的性格 如果件事还没想清楚的话 我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特别是一些很重大的事 那接下来 一姐就把风位叫了出去 然后帮我关到门 而我呢 就躲在梳化上边吸着烟 我现在的确需要静静地思考一下 我的设想很大胆 但是就找不到一个支撑点 刚才我突然间标了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条 我是假设根本就没有何其妙这个人 而是何其美自己在那里演绎着两个角色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且一做就十几年了 我想了很久就只想到一种可能性 何其美是有着很严重的人格分裂 而这个所谓的弟弟 应该就是他自己心里派生出来的 只不过 何妈这件事又怎么解释呢 何妈是他亲生姐姐来的 他为什么又甘心以保母身份自居呢 还有啊 他又怎么会这么珍惜 那个何其妙子的一封信呢 他应该是知何其美是有人格分裂的 但是他又好像对这个派生出来 根本不存在的弟弟更加之喜欢 那又是为什么呢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263集 影子和李轻打电话回来 说在假日阳光酒店 没有发现何其美博士的蹤影 不过 他们拿着何博士的照片 给酒店的工作人员辨认那时 就有工作人员证实 下午确实是有人在酒店那里见过他 只不过在大堂逗留了一会儿就不见了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大堂呢 我就叫影子他们再查一下 看下酒店的所有住客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和他有关联的讯息 而我呢 就继续刚才那个思路 何妈 为什么会这么珍爱何其妙的信 而她又为什么 这么愿以保姆的身份 守在何其美的身边 我想 如果能够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那何博士失踪的秘密 就应该可以水落石出的了 很快影子他们就回回来 说他们在服务台那里查到一个叫做何庙的住客 而当班的服务员就不可以确定这个何庙究竟是不是何其美 因为是上一班的服务员扮理入住的 那他们就请楼层服务员去核实一下 果然就是何博士 他现在静在房间里面 影子就问我怎么办 是要监视他 还是控制住他 我就叫他们先进去将他控制起身 我的猜测已经得到了证实了 我和影子他们说 说何博士可能有人格分裂的 叫他们要小心一点 而我呢 就叫一姐 立即赶了去假日阳光酒店 我们上了酒店之后 抛了抛1202号房的房门 影子过来开门之后 我一眼就见到 坐在床上边 面如死灰的何博士 我在房里面搬着一张椅 坐在他的面前就说 博士 我们又见面了 只不过呢 真是想不到 会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下见面 他看着我 一声都不出 上下嘴唇咬得紫得紫 他现在在心理上 是有着极大的压力 我看着他 我都不能够确定 他现在究竟是何其美 或是何其妙 因为我不清楚 他究竟会以哪一个人格 跟我接触 他瞅了我们一眼之后 就问 你们是谁啊 你们究竟想做什么啊 我仔细地观察着 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他的眼神 他的嘴唇 还有他的手手脚脚 我好惊异地发现 他的一切习惯动作 全部都改变了 同一天 我们所见到的何博士 判约两人 他又说 我不是那些博士 你们认错人了是吧 哦 我好明白了 你们是不是在找他啊 找我那个六针不认的大哥 我微笑着地摁摁头就说 是啊 我们在找他 我想和他聊一下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领领头 然后又摁摁头说 哼 我当然知道了 那个没人认识的死扑街 我递了一支烟给他 他用左手接过烟放入口 然后又用左手拿在床头柜上的火机点着烟 他心里吸了几盆烟之后 我就问他 你就是何其妙是不是 你们认识得我 我看你姐姐提起过你 他跟我说 说你是他最疼的弟弟 你怎么认识我姐姐 哦 你们肯定认识我姐姐 何秀烈 那个赞人 那个赞精 我走走眉头就问 你为什么这样说你姐姐 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大哥又怎么会害死我大嫂 我大嫂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他们竟然忍心对他落手 他说到这里 竟然哭了出来 我就说 你大嫂不是死于车祸的吗 他忽然间抬起头 没有再继续哭 而是用一种 近乎于蝎丝底里的声 说到说 谁跟你们说 说大嫂是死于车祸的 他是被何秀烈害死的 我赞人 一定是他害死大嫂 我知道这个何秀烈 就并不是扮出来的 在他心里 认定了是何妈 害死了他的大嫂 也就是何秀薇的老婆 对于这样一个 有着严重人格分裂的人 我也都只能够 在内心感到无奈 但是 我也都必须要 将整件事搞清楚 我跟他说 凡事都要说证据的 你凭什么一口咬定 就是何秀烈害死了你大嫂 何其妙望着我 小小声地说 这件事 只得我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你一定不要跟其他人说 虽然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 我们说的都是一家人 家草不可以外扬的 哼 我不告诉人 那么 他就向着我 伸着手指出来 勾了一下 我就将耳朵 抠过去 他在我耳朵边 小小声地说 他们不是人 是畜生 你知道吗 何秀烈到何其未之间 一直都有着 一些很脏的关系 他们之间 有不伦的行为 听到这里 我真的大吃一惊 这一点 我真的 怎么都想不到 我就问 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亲眼撞见过 还搞我了 他们的好事 所以何其未 才会争到我入骨 根本都不念兄弟感情 你想想 那个贱女人 居然一世不结婚 守在他身边 而他呢 在我阿嫂死了之后 竟然也一世都没再娶过第二个 两个人 走感不明不白地在过日子 想想一下 我都臭到想找